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招 找了一个跟如意长相非常相似的年轻宫女 让她在御花园试弄梅花 因如意生前最爱梅花 然后让她在御花园翩翩起舞 皇上看见的第一眼就被深深吸引了 在这名女子的助攻下 皇上对如意的愧疚越来越深 第二招 把当年凌云车送给魏燕婉的戒指交给皇上 让乾隆误以为当年其实是凌云车和令妃好 却栽赃给如意 第三招 找到宫中最不受宠 最远离宫斗的婉萍 通过她把令妃罪行一一告诉皇上 因为婉萍远离宫斗是非 所以乾隆非常相信她说的话 就这样令妃逐渐被皇上咽弃 最后被刺毒酒而死